我们部门一共只有八个人 也要裁吗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全公司每个部门都要裁一半 但是 公司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很不科学啊 但是有效 是 那些人负于事的部门 确实该裁 但是 我们部门每一个人 都是在超负荷的工作啊 要是再不缩减人类资源成本 公司可能都开不下去了 这样子吧 今天下班之前 给我一个名单 给不了 陈总 那几个人都是我招进来的 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苦没少吃 累没少瘦 但是钱又没多挣 我自己已经觉得 很对不起他们了 你现在还让我把他给裁掉 不行 我 我做不了这事 不能够感情用事啊 那段凡只要是人就会讲感情嘛 但公司只讲效益啊 行 如果公司一定要这么做的话 那我辞职 我下午就可以把辞职报告给你 那你现在你就可以给我 那你现在你就可以给我 那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啊 前段时间跑陆远给我勒换啊 我刚好趁着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顺便看看哪个机会比较合适 你中午也没吃饭了 对 刚好还剩一点 走了 干什么去 享受美好生活 东西不要了 吃饭 永佳 没有下雨 是吗 是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